那么我们继续黑手挡3这个游戏的攻略 那么这一关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就是 这个区域的boss 市中心区域的boss 这个boss呢叫东尼 是一个带眼镜的 文搜搜的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人 也是衣冠禽兽 那么他实际上是个黑老大 他是黑老大呢 但是他很文静带眼镜 因为他可能是高学历的那种黑老大 有点像那个无间道理的那叫什么 无阵语演的那个 很像高智商 当然一个档次也很高 做的生意全都是鱼馆 有一个大的旅馆 那么首先我们要潜入他的皇家旅馆 在游戏任务之前呢不要忘记存钱 因为一旦你死了之后你会失去很多钱 就任务之中你如果挂掉的话 你会失去一部分金钱 所以在你任务开始之前先存一下 就要召唤刚才那个 那个女士 过来 开车过来 然后你可以给他存钱 首先来到这里 看一看 好像是 弄个车 开一个车潜入他的皇家旅馆 这可能是他的汽车 不是那黑老大汽车 就专门的司机在这把守 果然是黑老大 果然是黑老大呀 果然是黑手的 有没有东西引过来 我靠他走到那 走一半就停了 有一半就远停了 在吃个口哨 我靠就发现了 我靠 一枪直接爆头 我靠 刚才那个动画很爽 可能扔了一个什么东西出去 好 这只有三个人 所以还是 比较简单 就将车堵下了 就是这辆车 潜入皇家酒店 这个黑老大拥有一家酒店 真是财力雄厚 有没有要解决掉他 看一看 没错 就在这 离得也不远 不知道他将车停在那边干嘛 没见他上车 没见他用车 这么开门 有了通行证就是牛 可以直接进来 车库里全是好车 打电梯 闯进去吗 闯进去吗 我靠发现了 直接干掉你 直接干掉你 不出来 不出来 我进去 走 宝头 走 走你 又抱头 去你的 这是电梯吗 先拿药箱 好 相信我 事情是正在手上 他们比较好 如果这事与判斥行脏下来 屁室会继续走真正确定 我们没有失去任何意志 除非几位男人 他们可以改变 在运动 他们是最简单的事 沈总不出道具有什么事 他只要是他们在行 明白吗 我明白完全 你也有我的意思,每次费费领域都会继续 我们的商业业都没有关系我们的新疾病 对吗? 好,我上次数落到你了,Tony 别吵下去 再见 好,这样,就到了这个地方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60年代 美国就已经 这么先进了 有那些电视什么的 我在想那个时代的人 电视那么沉那么大 翻起来 很不方便 我靠 前台小姐给吓跑了 前台小姐给吓跑了 敌人还是 很多 不知道能不能潜行进去 尽量不惊扰到他们 但是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能维持多久不让他们发现 我靠 还是被发现了 开炸 走你 我很喜欢他这大厦里边 往外看的风景 往外看也是 风景非常漂亮 突然是皇家酒店 这是他们的办公室 一直杀到人家的办公室了 你干掉他们老板 干掉他们老板 干掉他们老板 满地都是钱啊 满地都是钱啊 满地都是钱 满地都是钱 走你正撞的枪口上 这人出来吗 他不出来我过去 走你 去你打 再来一枪 干掉了吗 人还是很多的 走 手枪 我靠 好全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敌人 敌人从四面八路冲出来 去你打 没死 还不死 干掉了 继续上楼 看老板住在楼底 老板住在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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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枪给喷倒 一枪喷倒 一枪喷倒 爽 这枪喷倒 干掉又干掉一个 走你 出来吗 走你等着就是你 还没有死 只是受了重伤 再补上几下 住上好多钱啊好多money好多money好多钱 放弹背心 有防弹背心 走你干掉 这个急救箱 那么楼上还有人 取你的 看就在这个门后边 宝斯就在门后边 进去解决掉他 我靠 什么呀 火箭筒吗 确定的 干掉了吧 干掉了 杀死他 你真的想知道 你怎么知道 这会出现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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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没有人会看到 你错了 大家都会看到 哇 人家来了 逃出王家酒店 逃出王家酒店 好 上来容易下去难啊 找路下去 看怎么走 哇 地形圈人 终于在找我呢 干掉 直接闯 好 哇 这是住的住宅吗 很不错 60年代的 富豪 美国富豪住的家 啊 不喜欢这个景色 不喜欢这个景色 这边有什么 没什么东西 这是卧室 这是卧室啊 哎呀 怎么出去啊 怎么出去啊 嗯 嗯 好 这儿 等会儿我好像看到有钱 果然是 拿完钱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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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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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车 赶紧上车 赶紧跑 水掉警察 水掉了 水掉了 精简刺激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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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我家人不是在那邊喝酒和隔壁或燃燒某種類型的戰鬥 他們在賣錢,為你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忘了這些傢伙糟糕,讓我們去工作 等待他們要改變你的主機 我能擁有兩隻飛機的兵器 我能擁有兩隻飛機,這兩個現在有什麼事 回憶 可以给你三个 我兄弟来开会 分配地盘 让我看看 让我研究研究 每个人会给你不同的 好处 想想 他的是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个黑人女的 他这个还是有用的 他可以增加 弹药装载量 我觉得 还是把底盘分配给他吧 如果有需要 我想确实想提升一下 我的装弹量 可能在未来会有帮助 所以暂时先对不住了 这两位 警察 他们说你 Greco told me and Scoletta Marcano's laying out a bunch of money to get gambling legalized and if that's what you're after who better to have in your pocket than a judge on the 5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US5CJ exactly there have to be over 20 judges on that bench could be any one of them the kind of ma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used to people getting into his business I start visiting the places listed in that ledger and panic and go to Lou for help and that's when we'll find out who he is that wiretap running never turn it off 好 那么市区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即将要干更大的boss了